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这个之前大家都在担心 这个法案一旦通过它在台海纤细的轩然大波 会远点超过佩洛西窜台带来的效果 是不是这样的呢 应该说确实是这样的 佩洛西窜台嘛 它的影响主要是外交宣传这一方面 可是这个法案它是具体内容的 有配套措施的 通过之后 那美国政府就得要按照这个法案来执行 尽管我们说 这个外交委员会通过这个法案 这还不是最后一步 还需要参议院集体表决通过 可是参议院应该问题不大 会通过它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参议院共和党为主 共和党就是和拜登政府唱对台戏的 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拜登政府呢 前几天应该是跟美国的这个民主党议员打招呼 希望民主党议员来阻止这个法案 对 但是呢 毕竟在参议院呢 是共和党做大 所以走的看来会通过 通过之后啊 当然最后一步还需要总统签署 但是现在拜登啊 他的民营支持率在急剧下降 我估计这个通过之后啊 拜登也会签署 所以啊 这个是与台湾关系法通过之后 干涉中国内政 影响双边关系 又一次最严重的行为 这里又有一个小问题了 就是说如果按照我们的说法 就是美国在蓄意破坏中美关系 那么如果美国是蓄意破坏中美关系的 他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去破坏 比如说他为什么不索性 直接把这关系彻底撕裂开呢 他还要从中啊 得到他的利益 咱们呢一个个来看 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啊 有这么几个 一个通过了所谓台湾安全协助的倡议 四年期间要授权45亿美元 来帮助台湾提高防务的能力 同时又出台了一个五年计划 优先将美国多出来的所谓国防资源呢 用到台湾方向去 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啊 还没有到最后那个撕破脸的机会 其实美国与台湾关系法也好 什么对台六项保障也好 里面你找不到一条 说一定要对台湾提供协防这个条款 所以一旦撕破脸 假如台湾发生战争 美国至少从法律上来讲 对台湾提供协防啊 他是法律支持是不够的 所以呢他又搞了一个什么呢 叫将台湾指定为非北约的联盟 大家一听非北约联盟可能地位没那么高 恰恰不能这么想 为什么呢 所谓非北约联盟的这些国家 有的比那个正式的北约国家 他的地位还高 这还一个小麻烦呢 就是原来我看到这个有学者研究 说过去在美国议会 想推动一个反华的法案的时候 往往这个斗争会比较激烈 支持这个法案的和反对这个法案的 可能是比例上讲相对会比较接近一些 但是现在这几年看到 就是支持跟反对的比例 已经发生了一个明显的逆转 支持各种反华法案的这个议员 但的比例是越来越高 也就是反华的这种政治正确的力度 会越来越大了 美国国内就是从议员层面来好 他对我们的这种抗拒的这种心态 会逐渐加强 我们又应该怎么想办法 能够把这种过去 就是美国内部的博弈进行放大 把矛盾尽可能轮到美国内部之间 是这样子的 大家都知道 现在美国两党对华的这种政策策略 基本趋向一致 当然就是您说的 不代表我们没有在争取美国对华关系方面 逐步缓和的这个空间 这还是有的 过去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美国的工商界 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过去美国在中国取得的利益很多 但是不幸的是 现在美国政府在打压或者压制美国政府 减少于中国的经济上的来往 这样的话使得一部分工商界的人士退到后面去了 现在解决台湾问题的确实显得越来越紧迫 上个月匹洛西串台的时候 我们马上进行了一些军事上的反应 那这次需要不需要呢 我个人认为啊 不一定会要像上次一样 马上就来个对应的措施 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注意 不能让美国牵着彼此走 那样太被动了 中国呢 应该呢 我们还是要掌握自己的战略主动 按照自己的计划步骤 去加紧做好台海军事行动的准备 但是你不能没有措施 还是有一些军事上的措施可以采取的 有这么几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做到 在整个台海周边的工事的部署 没有全部部署完 这个工作我们可以做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中国海空军 虎建军部队 针对台海的这个演习活动 长年都不断 其实我们把这些演习活动 能击中到台海 都击中到台海 其实也就形成了一个 公事部署的常态化 还是那句老话 就是我们这个战场 要把这个台湾整个包在 我们战役众生的内部上千公里 一千海里以上的安全众生 是个起码条件的 对的 如果够不成这个防御众生 可能解决台湾问题 你可能就会不彻底 甚至弄得不好 就像俄罗斯对乌克兰一样 给人家提供反攻的机会 所以你提的这问题非常重要 第二个 其实美国这个法案 真正支持台湾的一些物质 是什么呢 就对台军售呗 说其他的协防台湾 美国说要把兵力部署到台湾 看来可能就不大 美国也不大敢这样做 对美国对台军售 其实我们有一步一直没有走 我觉得可以借力打力 借这次美国台湾政策法案 出台的机会 我们宣布今后将对台军售 运输武器的那些船舶案 实施驱离 零解 拿捕 甚至靠油 什么什么做 我不一定 但是我现在把这个政策 可以宣布出来 当我需要的时候 对不起 运输武器到台湾的这些船舶 你都不能来 我可以宣布 其实这是我们手上的一张牌 到现在没有用 还是可以用 明白 就是谁要想把这个坦克 迈到台湾 先到大陆先用几年再说 对 就是说我们可以打的牌 是很多的 这就考虑我们的指挥艺术 和战略艺术 好 所以中美之间的博弈 还是个复杂牌局 美国还会是一张一张牌 往外扔 所以现在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稳稳当当出我们手里的牌 并且让我们手里的牌 变得越来越厚 好 关于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谈